听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听本期的美式资讯榜 我是主持人马北山 美联储表示 美国经济增长的前景疲软 未来一年是将会进一步的下滑 通胀显示出放缓的迹象 美联储周三在贺皮书的报告当中表示 经济增长的前景总体上仍然疲软 联系人提到未来对6到12个月需求进一步走软的预期 物价水平仍然高企 但是9个辖区报告的涨幅有所放缓 大多数的受访者预计价格压力至少会持续到年底 所有地区的工资都在增长 尽管普遍有报告称增长速度放缓 薪资预期也在下降 自7月初以来 经济活动在总体上没有变化 5个地区报告经济活动略微增长或温和增长 另外5个地区报告经济活动略有温和和放缓 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总体上仍然疲弱 受访者指出预计未来6到12个月的需求将会进一步走软 美国消费者两年来首次预计未来12个月的房价将会下跌 调查发现 受访者预计房价将会下跌0.4% 而7月份的预期为上涨1.9% 根据周三发布的调查结果 消费者还预计租金价格增速将会放缓 预计未来一年的租金将会下降近2个百分点 为该数据追溯至2010年以来的最大降幅 研究报告指出预计未来12个月房价将会上涨的受访者比例 从39%降至33% 而预计房价会下跌的受访者比例上升3个百分点到33% 经济学家说预计房价在未来一年将会下跌的消费者比例 在8月份大幅的上升 观察到说报告高房价作为卖房好时机主要原因的消费者大幅下降 表明对房价放缓或下跌的预期开始对卖房的情绪产生负面的影响 专家表示潜在买家预计房价将会进一步的下跌 而卖家不愿放弃较低的固定抵押贷款利率 这可能会导致住房销售到年底前将会进一步的降温 调查发现有一半的消费者认为 现在难以获得住房抵押贷款为2014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根据调查机构盖洛普的一项最新的研究 约半数的美国就职者可以被描述为安静辞职状态 即他们虽然完成了岗辈职责 但是心理上对工作有疏离感 盖洛普6月对超过15000名的美国全职和兼职员工开展的调查发现 约50%的受访者符合安静辞职的定义 这一时下大赦的职场心词描述了在疫情改变人们对工作生活的态度 以及企业调整工作场所政策之际 员工普遍存在的一种躺平的心态 研究显示工作参与度高的员工比例持稳在32% 而不积极的员工比例则从年初的17%升至18% 盖洛普从2021年底开始发现人们对工作的热情下降 员工们表示他们感觉自己和公司使命的关联度降低 不那么清楚公司对他们的期望、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减少 自一世代和35岁以下的千禧一代对工作的热情正在大幅的下降 疫情爆发以来 年轻员工当中非常认同有人在关心他们 并且鼓励他们发展的比例在急剧的下降 非全日在办公室工作的年轻员工当中 只有不到40%的人完全清楚公司对其的期望 盖洛普说 一种提高员工参与度的有效干预措施 是让管理人员每周至少与每位团队成员 进行至少一次时长15到30分钟的深度交谈 企业管理人员是与安静辞职现象抗衡的重要力量 而雇主们可能会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 因为这些管理人员也是工作参与度下降最大的群体之一 只有约三分之一的人对工作还抱有热情 美国股市在9月的颓势可能再度被充分放大 美国银行的客户的焦虑与日俱增 已经连续第三周净卖出美国的股票 美国银行策略师等人在一份报告当中说 随着标普500指数上周下跌3.3% 这群客户抛售了19亿美元的股票 创下了6月以来的最大的资金流出 股票ETF和个股均是下跌 9月不仅通常都是全年最疲软的月份 今年更是大事不妙 美联储正在积极的加息抗通胀 引发了经济衰退的担忧 市场隐含的美联储9月份再次加息 75个基点的概率已经达到7月会议以来的最高水平 决策者自3月以来已经4次加息 并且过去两次会议都加息75个基点 苹果公司发布iPhone14系列手机 这款旗舰产品对摄像头进行了升级 还加入紧急卫生通信救援功能 苹果的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 在演讲当中表示说 不断地挑战自我 提高标准让它变得更好 在周三的发布会上 苹果还宣布了新的一系列的智能手表和耳机的AirPods 标准版本的iPhone14 看起来和去年的iPhone13相似 但是新增了一个变化 苹果放弃了迷你版 增加了一个配备6.7英寸显示屏的型号 大部分的iPhone升级功能 将会出现在高端的Pro系列 该系列的手机将会包括 一个4800万像素的摄像头 和一个能够始终保持低耗电模式的屏幕 类似于最新版本的Apple Watch 例如新手机上 可以在屏幕的其余的区域关闭的情况下 显示带有一些信息的小插件 比如像天气、日历日程、股票行情 Pro系列还配备了速度更快的新A16处理器 标准版的配置是当前A15处理器的 适度增强版本 苹果说A16是智能手机当中 运行速度最快的芯片 比竞争对手高出40% 每一版的iPhone14采用了ESM的标准 无需实体的SM卡 此外还有碰撞检测功能 与最新的Apple Watch类似 与此同时 卫星服务将会允许用户 在没有风波网络连接的情况下 发送SOS消息 苹果计划头两年免费提供该服务 自11月开始 标准版的iPhone14将会在9月16号上市 起售价是799美元 Plus版在10月7号上市 起售价是899美元 iPhone14 Pro的起售价是999美元 Pro Max的起售价是1099美元 都将会在9月16号上市 本周五开始接受预定 在中国区方面 iPhone14的起售价是5999元 iPhone14 Plus的起售价是6999元 iPhone14 Pro的起售价是7999元 iPhone14 Pro Max的起售价是8999元 苹果中国官方的消息显示 每位顾客限购两部iPhone14和两部iPhone14 Plus 所有机型将在获得批准后发售 iPhone14起售价是799美元 9月9号开始预定 9月16号上市 配置A15芯片 保留刘海平的设计 搭配全新的1200万像素的主摄像头 具有通过卫星实现SOS紧急联络功能 iPhone14 Plus起售价是899美元 10月7号上市 配置6.7英寸的屏幕 保留刘海平的设计 电池续航时间最长 iPhone14 Pro系列 Pro的起售价带为999美元 9月16号上市 Pro Max的起售价带为1099美元 Pro系列配置新款的A16芯片 采用药丸屏的设计 Apple Watch 8起售价为399美元 9月16号上市 电池的续航能力可以达到18小时 Apple Watch SE起售价是249美元 9月16号上市 配备与S8同样的芯片 AirPods Pro起售价为249美元 9月9号开始订购 配备H2的芯片 将会提供个性化的空间音频 一次充电 续航能力可达6个小时 马斯克决定推迟 对推特的440亿美元的收购案 理由是如果正在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么收购推特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马斯克不愧是戏精一万富翁 他收购推特仪式向电视连续剧 而当下最新的剧情是马斯克的聊天记录被曝光 原来他推迟收购推特并非是因为虚假账户 而是担忧第三次世界大战 在周二在特拉华州恒平法院长达三个小时的听证会上 推特曝光了马斯克和摩根士丹利银行人员 迈克尔·克莱姆斯之间的短信 该短信交流发生在5月8号 也就是马斯克同意以每股54.20美元的价格 收购推特的几周之后 同时也是俄乌冲突爆发的两个月之际 当时马斯克在短信当中说 让我们对收购推特缓几天 普京的演讲非常重要 如果正在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么收购推特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推特认为这一最新的证据足以证明 马斯克以担忧虚假账户为理由 继续试图退出对推特440亿美元的收购交易 全部是借口 而他真正担心的理由是担心第三次的世界大战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短信曝光正值 马斯克和推特之间的斗法不断升级之际 华尔街见闻此前的文章说 在8月下旬 推特被自己人前安全主管揭发 推特在隐私安全和内容审核方面 存在严重的令人震惊的缺陷 此外这名相关的安全主管表示 去年他曾多次目睹推特的高管 与董事会成员用户和股东的沟通当中 存在着欺骗或误导 而且推特的CEO曾经要求他提供虚假和误导性的文件 尽管获得了推特前高管的如此神助攻 但是随后几天 法官驳回了马斯克获得全部数据的过分要求 只要求推特提供机器人账户的部分数据 这一消息一度入推了推特的股价在短线的拉升 目前 马斯克和推特仍在为10月17日的庭审做准备工作 双方都在争夺有利自身利益的人货物 包括向参与拟息收购的股权投资者 顾问和银行发出大量的传票 推特认为 马斯克推出这笔交易是在股市降温之际保护自己的财务利益 而不是出于对虚假账户的合理担忧 而马斯克要求将原定于10月17日进行5天的审判 推迟几周 他称正在寻找更多的证据以修改他的诉讼 华南美国商会2022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代表团 新闻发布会在7日在厦门举行 今年已是该代表团第19次参会 规模达到116人 华南美国商会的会长哈利·塞亚丁表示 这一人数已经相当的可观 可见成员企业对中国的投资前景 即对中国的经济仍是保持很大的希望 哈利·塞亚丁表示 华南美国商会年度双语报告 2022年华南地区经济情况特别报告显示 疫情之下 美资企业投资中国热情不减 76%的美资企业在2022年会再进行投资 以扩大现有的业务 预计2022年及未来3-5年企业在华的利润 再投资预算额达到265亿美元 2021年企业对福建自贸实验区 福州片区 夏门片区及平潭片区的投资兴趣 也是有所增加 该报告说 中国依旧是最热门的投资目的地 哈利·塞亚丁认为 中国在未来一定会是华南美国商会会员企业 在世界版图当中最重要的一块 自2010年开始 华南美国商会的会员企业 在投下会上的年均签约投资额超过20亿美元 在2019年的投下会上 九西福建龙岩酿酒有钱公司 与福建龙岩市政府签署投资协议 预计2023年九西单一麦芽威士忌酒厂 建成投产之后 可实现年产值2亿元人民币 根据了解 此次投下会期间 九西将签署附加投资协计 计划在其龙岩的现有酒厂旁 新建一个项目统制造厂 华南美国商会2022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代表团 由哈利·塞亚丁率领 成员包括来自耐克 花旗银行 德勒 爱派 默克等跨国企业的高管 此次投下会期间 华南美国商会代表团应邀参加 绿色中国低碳产业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参与绿色低碳产业国际交流与务实合作 参加领航中国国际新兴产业投融资峰会及主题展 全面对接中国乃至全球市场与合作伙伴 参展的会员企业多来自消费品 医疗 保健与健康 土木建筑工程及信息技术等行业 此外 该代表团将会与福建省莆田市 对接本地企业并且进行产业推介 共同挖掘商机 探求合作机会 哈利·塞亚丁说 华南美国商会福建服务中心 在2021年7月26日顺利地落地福州市高新区 这位美国商会会员企业了解中国市场和政府政策 把握中国发展机遇 创造了更加便捷 灵活和高效的条件 华南美国商会将会一如既往 每年回到美丽的厦门 支持这一盛会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在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202年的8月末 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0,549亿美元 较7月末下降492亿美元 降幅为1.58% 此外 中国黄金储备为6,264万盎司 按SDR特别提款权计的 中国外汇储备为23,474.81亿SDR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 新闻发言人王春英表示 2022年的8月跨境资金流动理性有趣 境内外汇供求保持基本平衡 国际金融市场上受主要国家货币政策预期 宏观经济数据等因素的影响 美元指数上涨 全球金融资产的价格总体下跌 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 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 中国民生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温斌指出 当前影响中国外汇储备波动的主要因素 依然是汇率因素和资产价格变化因素 汇率因素导致外汇储备的非美元部分 出现较大幅度的折价 而股债两方面资产价格变化 引起外汇储备对应的资产估值下降 与汇率因素叠加 是导致外汇储备较7月环比回落的主要因素 温斌说在剔除汇率和资产价格因素之后 估算因为国际收支导致的外储变化较小 这表明8月份中国外汇市场的运行总体平衡 境内外汇供求保持基本的平衡 王淳英说当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 全球经济下行的压力加大 国际金融市场剧烈波动 但是中国高校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深入实施稳经济一览子政策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有利于外汇储备的规模 保持总体的稳定 2021年中国机器人全行业营业收入 超过1300亿元人民币 工业机器人的产量达到36.6万台 比2015年增长了10倍 稳居全球第一大工业机器人的市场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名珠 其研发制造应用 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 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 在6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 一司副司长郭首刚介绍 中国工业机器人的技术水平大幅提升 精密减速器 智能控制器 实时操作系统等核心部件研发 取得了重大进展 太空机器人 深海机器人 手术机器人等高复杂度产品 实现重要的突破 行业内101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加快发展壮大 工业机器人的应用覆盖国民经济 60个行业大类 168个行业中类 根据有关的机构统计 2021年中国制造业机器人的密度 达到每万人超过300台 比2012年增长约为13倍 服务机器人 特种机器人 在教育 医疗 物流等领域大限宣守 不断地孕育出新产业 新模式 新业态 下一步 中国工信部将会开展机器人 关键基础提升行动 加快补齐专用材料 核心元器件 加工工艺等产业短板 实施机器人加应用行动 加快成熟场景普及推广 支持企业深耕细分行业 加快成长为专精特新的小巨人企业 在浙江义乌做调节工作十余年 被称为国际老娘舅的伊朗籍的商人哈米说 大家都是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拥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 有摩擦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同样面孔的人做中间人 能够大事化小 小事化疗 义乌被称为世界小商品之都 有210万种商品发往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吸引了近万名的外籍人士常住于此 哈米所在的义乌市江东街道基明山社区 有联合国社区之城 居住着来自74个国家和地区的 近2000名的外籍人士 2003年 哈米来到中国采购商品 随后在义乌创办进出口贸易公司 生意不断的发展壮大 哈米说自己的事业有成 让自己有一种获得感 但是自己更喜欢做志愿者带来的幸福感 自己曾经帮助过不少外籍人士融入义乌 让自己的电话号码甚至都成为了求助热线 他说自己起初从事调解工作 是因为有语言的优势 会汉语 英语 波斯语 土耳其语 日语 西班牙语 六种语言 能够打破不少因为语言不通产生的沟通屏障 他说刚开始做的最多的调解工作 是当事双方因为信仰 风俗 文化不同而产生的误解 他说此前一名外籍住户 晚上经常和朋友在家里聚会 其中中国邻居则喜欢早起锻炼 双方因为作息不同有些争执 经过上门调解 两人都将时间做了调整 现在相处的还蛮融洽的 他说自己了解到这个老娘舅被用来称呼有威望讲公道的年长者 他说自己很珍惜这个头衔 也很想做好这份事 哈米说他在这里安家 爱人在这里生活 孩子在这里读书 对这个社会他有责任感 一个人的力量有限 几年前哈米开始和当地社区一起培养出更多的外籍人士来加入调解队伍 来自巴基斯坦的客商阿库便是其中的一员 这个阿库说呀 起初找上门是因为遇到了一些麻烦需要调解 2009年阿库呢 曾在线上订购过两个集装箱的牙膏 因为双方前期沟通时理解偏差 他收到的货品和想要的款式不一样 和商家反复的交涉无果之后 阿库决定来哈米这里碰运气 阿库说在调解员的帮助之下 自己呢和发货帮明确全责 积压的货品也慢慢的处理 事情终于得到解决 后来阿库也加入了国际老娘舅的团队 帮助不少采购商解决矛盾纠纷 他说呢 希望能够更好的帮助来义乌采购的巴基斯坦的商人 融入义乌社会 也使更多的中国商品走向巴基斯坦 你在义乌从事调解工作六年的 尼泊尔商人杰克说呢 贸易纠纷在商业当中很常见 义乌是以市场贸易文明的城市 调解不仅能够节约双方的时间 还有可能让他们不打不相识 作文义乌是涉外纠纷 人民调解委员会任命的外籍调解员 他感到自豪的同时 也会更加的严格要求自己 他说用中国话来说呢 叫言以预计 如今已有来自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共计30多位外籍人士加入义乌的国际老娘舅团队 该团队每年调解矛盾超过100件 成功率达到95%以上 义乌是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任陈金言说 调解团队越来越专业 有根据国籍划分的点对点调解团队 也有根据矛盾类型划分的国际贸易调解组 国际物流调解组等 确保能够更加的精准 更加专业的化解矛盾 随着外籍调解员队伍的不断壮大 当地计划加强人员管理 进一步的优化和规范 实现健康长效运行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美日资讯榜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